我的老狗该 实验有大家顺利武当山 呵呵哈嘿 还有据说野人出没的 神龙家 是神宝剑老黄姐 当然 还有让我心心念念的酸姜面 和三合汤 老陈家三合汤酸姜面 做了18年 我的学霸老弟以前在云阳中学读书 他是老陈家的常客 色相漂亮 书白芝麻香喷喷的辣椒和酸味 都非常的正 加分面质劲道 但我不确定是不是手感低 老板说现在是机器做的 嗯 之前一直兴奋手感至上的我 开始思考一个严肃的问题 手感就能完全代表酸姜面的优质吗 可以把你的想法留在评论区哦 我的答案 非耶 食物的美味与否 一定不是一个单一的衡量指标 酸姜面的面只是一部分 酸姜汤 酸菜 绿豆芽 辣椒 白芝麻 甚至葱花和蒜苗 每个部分处理的恰到好处 才能造就一碗绝世无双的 云阳酸姜面 老陈家酸姜面 大雄的主观品尝 综合评分 八分 强烈推荐大家品尝一下哦 老陈家三个汤 麻味突出 油香很正 是混出粉条 这些呢 是优点 不足之处是 牛肉像卤肉店买的 饺子微生 萝卜味淡 貌似是厚放的 大雄的综合评分 六分 所以吃一次就够了 雷尖 甜记三个汤 做了二十多年 我点了优质的三个汤 那对比标准版 牛肉和粉丝量 都会大一些 出闻 嗯 有一股牛腔味 显得不干净 哎 它是红薯粉条 入口有点糊味 怪怪的 汤呢 是混有火锅底料味 牛肉的肉质 比较粗糙 饺子做的标准 味道偏麻一点 萝卜炖得很烂 甜记三个汤 透露着一股强壮的 雄性荷尔蒙气息 操汉子一个 适合爷们 或者小众群体 大雄的甜记三个汤 个人主观评分 气氛 推荐大家尝试一次即可 秦记云线酸姜面 这是老体推荐的 面端上来温度很高 是因为酸姜汤的温度 调得高 加分 汤汁有股 火锅低调味 酸味把控的一般 有些微满的口感 这是基奇亚的面 并且面煮的太软 适合妹子吃 像我这种直男 喜欢劲道口感 加了点辣椒 辣椒的风味 just so so 虎皮蛋是油炸产业蛋 要比焦香增加的层次感 推荐大家尝试一下 大雄的秦记云线酸姜面 主观品尝 综合评分 6分 处于吃一次就够了 胶式酸姜面 没有意义吧 100%纯手感 门口展示 也是营销的好方式 手感面如何辨识呢 大家可以从面的 粗细均匀程度来看 手工是没有办法 做到尺寸 完全一致的 胶式的面质不错 有玉米面的粗糙感 酸辣处理的中庸 有股火锅底调味 总体味道其实一般 胶式是一帮年轻人在运营 比如这位边擀面 边看手机的小哥 我们经常会听说一些 复杂的地方手工艺 和特色美食 面临传承和发展的问题 地方特色美食 由年轻人愿意传承 大雄的胶式手感酸姜面 主观品尝 综合评分 7分 推荐大家尝试几次 记得是2020年 过年从上海回实验 才发现 突然冒出了一个东站 而我的酒店 定在了老火车站 附近搜到了这家 正宗手感面 深夜也有酸姜面的供应 让我十分欣喜 如果有人问我 最能代表 实验的特色美食是什么 我的答案一定是 云阳酸姜面 你的呢 感谢观看